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準備upgrade我的5年的舊電腦 8700K 準備upgrade到13700K 那我就買了什麼PARC呢 就是買了 Intel的13700KF 它的售價是港幣3050元 接著就是 DDR5 6400Hz S-Skill 那它那個延遲呢就是 CL32 那就在亞馬遜買的 那大概就 那大概就 我買的時候就有 有折 大概是1200元左右 1250元左右 就32支 兩條16支 這個呢就是 也是亞馬遜買的 2TB Samsung 980 那我那時候買應該是 啊不是啊 DDR5 是1555元 Samsung 980 我那時候買呢就是 嗯 應該是1200多元 截了 那這兩樣東西都是 Black Friday的時候買的 那這塊呢就是 嗯 行版 A 華碩的 Z790 Hyper A 為什麼買這塊呢就是 因為我覺得它 是 價錢是比較 適中啦 還有 那樣子比較帥 還有我都不打算 組裝 13900K 的CPU 所以就買這個 另外一個呢就是 買了 360mm 的AIO 水冷 就是Deep Coal 最新的產品 這個 這個 LS720 它有一個叫 LT720 但是 因為它沒有 RGP風扇 所以我就買這個 那我買的時候都很便宜 就是 799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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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labot 是大概 2640元 那 所以 這裏加起來呢 都是 這個 這個幾千 加起來之後 可能都不用 八九千元 左右 這樣 打算 那 還有個 機箱 就會換的 就會換做 Tecco Design 2 Mesh 3 2 RGB 那 就 加起來應該是 大概 一萬元左右 就可以 升級到 13700K 那 原本那個 150 50火的火候 就會用回 這樣 還有 RGB 即 那個 GPU 卡 即 顯卡 RTX308 都會 用回 暫時 不會 升級到 四千系列 這樣 大概是這樣 那 Monitor 就是 芝加筆 4K 144 Hert 32吋 那 也都會 用回 那 這段視頻 就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